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2012年度 鸡车王杯小型赛车錦标赛 今天4月鸡车王杯4月15号 画面见到就是鸡甲A组的决赛比赛 总共有14位车手参加 但很可惜有一位车手 邱家瑜有点不舒服 决赛他决定放弃不出赛 看看排名的起步名单 排第一的是强哥 第二是当鲁 第三是汤米阿Dee 第四是勒坡 第五是陈振威 第六是阿虹 第七是陈浩明 第八是凯分赛臭珠 第九是迪庆恩 第十是阿泰 第十一是陈俊文 第十二是麦克罐 第十三是牽汪 总共13部车 决赛总共是兜14个圈 车比较少的场地 看看现在师傅车一直带着十三部车进来直路 看到相当之大烟 全部车都跟得相当之贴的了 回来一起车手准备看着灯号 灯号一关的时候 十三部车一起踩油 开始进入正式比赛了 看到前面排得很好位置的 蓝色衣服这一位 Zero会的阿强在这里领先了 后面见到Hitomi 阿Dee已经 这个是红色衣服 红色衣服黑头盔 这两部车炒了 别管它了 红色衣服黑头盔 就是Done Law Done Law 这个Double A-PASS 因为胎未够热了 车有点推出了 就被阿强哥吃了一个位置 看到几部鸡甲A组的车手 其实实力也是相当接近的 今天分了两组的AB组的鸡甲 为什么呢 因为报名的车手就相当臃弱 一组放不完 最后就放了两组 最后A组有14位 A组应该是轻一点的 但是为什么轻一点 又看到Zero会 强哥 威哥 他们会在这里 就是因为 他们几个老友 鬼鬼 说想一起玩 没办法 大会 就是因为你想跟一些老友一队 一组一起玩 那没办法之下 就将你们放在一个 轻绑组那里 就你们会吃虧一些 他们说都不要紧要 他们主要是享受的赛事 一个圈回来 完了 现在暂时领先 看看前面这位是哪位 没错 蓝色衣服 这位呢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Zero会经常见到 金色头发的强哥 暂时领先 后面见到 这个跟得很贴的 就是Nekwad Nekwad的头盔很易认 穿着大会衣服 有一个黑色的 monster头盔 第三 见到Dee Hitomi 相当有经验的车手 在这里 已经追到上来第三位 再后一点 这位白蓝色衣服 就是强哥的队友 阿威 这里Nekwad 在Inside 憑着他的手绑 在直路 哇Dee 又是了 没办法了 真的 手绑少少 休息少少 阿强哥 这里也很有经验 就下一个位置 进入第T4 T5 看到头五部车 这里 追得相当之贴 阿尔登 看到Don 亦都在后面 追到上来 第五位的位置 今天鸡甲 虽然车比较少 但是刚才Hit1 Hit2跑下来 亦都是相当竞争的精彩 因为其实鸡甲的车手 比较多都是比较新手 少少的 技术水平上 大家相对比较接近 一些 就不会 没那么容易 有些车手 可以一放就走掉 这个情况出现 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现场 这样 Hit1那时候 更加特别 就是有一位我们的机车王 很著名车手 大家都知道他 Mike O'Grant Mike O'Grant 在今天的比赛Hit1之后 他已经有一个新名 已经叫射手关了 为什么呢 Hit1的时候 他橫掃了几部车 出去瘋狂驾驶 给大会 弗克奇取消了他的资格 及后 Hit2和Fylo 他又要尾车起 Mike O'Grant 在Fylo 也是尾车起的 所以 一路 Mike O'Grant 后面 已经追上来 三排两部 已经去到第六位 Mike O'Grant 大家都很熟悉 去年80cc的全联总冠军 其实他本身 就玩了很多年的100cc 去年他也为了 赢80cc的全联总冠军 才拿去比赛80 他一直都有100cc的技术水平 但是有时他真的不太熟悉 整天跑到多少也不知道 前后左右车也不知道 充了线隔壁旗 他都敢说不知道 这位疯狂的车手 刚才因为乱开 就被我们罚了 现在追到上来第六名 希望在脱赛这边 可以拿得比较干净 斯文一点 真正用技术 去跟对手比拼 看到这边 四个圈结束了 回到现在 去到 出了这个 Double Apex 的四方弯 看到 Dietomi 在这边 已经 脱离了后面 二三四车 有一段相当的距离 大概 去到一秒到一秒半左右 看到第二 这位穿着大会 绿黄色衣服 黑头盔的 Led 守着第三位 后面 看到 Cero会两大高手 一个是 威哥 强哥 两个 穿着蓝色衣服 在威胁着 Led 后面 有 Don 红色衣服 黑头盔 Micro 在这边 希望直路 看看 过不过 Don Don 都顶着 今天 鸡甲A组 有两位女子车手 其实 女子车手 无可否认 亦无可避免 体能方面 相对 会弱一点 一众 男车手 在一起 争夺的情况下 因为体能差一点 往往 竞争力 可能会低一点 见到 现在一直斗下去 反而又不是 阿D 憑着他 丰富的经验 还有 他男友 阿才 一个相当出色的车手 教他很多 玩车的提示 现在阿D 在这里 领先后面 大概有一秒半的距离 相当轻松 已经开始 慢慢 叻 后面的车 回来 鬥完六个圈 还有 差不多接近一半的赛程 的时候 暂时 阿D 仍然领先 看回 今天 早一点时间 看看他们 Qualify Heat One Heat Two的成绩 其实 今天的场地 就不是特别快 气温 去到28度 相当于10度 80% Qualify 的成绩 阿D 做到最快的圈速 就是48.588 第二 数回 就是教车师傅 Dickey Dickey 就跟 张文洛 Mano 一队 两位都是教车师傅 Mano 上站 就拿到冠军 今天被拼在鸡甲的B组 转头 可以看到他的好表现 Dickey 就49.25 就是Qualify 第二 再数下去 已经是 虚拟会的高手 强哥 49.282 都有几位车手 可以做到50秒之内 挨着49 这些成绩 因为沙井 其实 近两三个月 大家车迷都有发觉 其实那些车 相对比之前的 那本牽速成绩时间 是会慢了 那问回大会方面 沙井他们那边的大忌 就说 原来 就为了令那些 鸡车的实力水平 比较可以贴近一点 他们就故意 将那些车 调慢了一点 令到大家车手 在斗下去那里 就不会拉得太远 看到比赛来到这里 到了一半的时间 看到 Hitomi Adi 仍然搖搖搖 刚才大概有两秒钟的距离 看到这两位 蓝三部队 就是 施货会的两位高手 阿威和阿强 在这里紧收着二三位 再厚一点 看到麦克官 已经拗到上来第四 麦克官 憑着这个快圈速 看看Final做到什么时间 麦克官 他最快圈速 是做到490 49075 麦克官 Di 他还比较快 做到48.499 两位车手 最快圈速 反而 阿强哥 和阿威哥 两位 就受着 看重的限制 真的没办法 暂时 最快都是做到 阿威哥的49.287 阿强 又做到49.579 在每个圈都落 比麦克官 10,000.5 这个情况下 似乎 麦克官 在三两个圈之内 已经圍着 已经杀到 在撞三弯 找机会 过两部有机会射手 你看到 两位司徒会的射手 相当有经验 在 出弯身位 就算转数不够 仍然紧守着 可以顶住 麦克官 这边也相当好 两下之间 又已经过了两位 追到上来 第二位 哎呀 出这个嘉瑜弯 也都 哎呀 麦克官 是利于后追上来的 驾法 麦克官 今天也是另一次 后追上来 已经由尾车的 十三位 起步 追到上来 现在暂时 是第二名 师傅 很有机会 闻顶我们 今天的 Podium Finish 站椅子 除了 我刚刚刚提起 几位车手 其实也有些车手 值得大家留意 包括上一站 跟大家介绍过的 Calvin Choi 就是 臭珠塞继华 上年就是 80cc 全年第三名 都说过 其实80上来100 那个阶级 都有一很大级下 车手 很多方面都要适应 包括 去学习 如何用 迫力 打横向的G-Force 还有 车胎的选耗 引擎的温度 全部都要重新学过 蔡启华正在经历 这个 比较 艰苦的阶段 希望各位车迷 继续支持 去 快点捱过这一关 很快就会在 鸡甲 有理想的成绩 拍着 麦克官 上年80前年总军军 现在仍然在第二位守着 一路在追前面 DHITOMI-SHIFI 越差越精神 一路在脱离 后面两位 司徒会的高手 慢慢越脱越远 头二三车 已经有相当的距离 一路一路 慢慢在后面的慢车 今年的鸡车黄杯 到现在第二站 其实亦都看到 特别是鸡甲的技术水平 相当平均 因为全部的车手 其实都未在鸡车黄的100cc 里面拿过奖 相对 大家都是比较新手一点的技术 玩得不太熟 甚至有某些车手 都是只是 例如100cc没斗过 买过飞玩一下 下来也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都可以在前列那里 跟鸡甲前面的车手争夺 令到这个游戏更加好玩 更加过瘾 因为大家的水平相对接近一点 反而如果鸡甲要放大家 下去鸡超 跟我那样的鸡狼 一起同一组 真的没问题 所以今年鸡甲 就零碎好玩 越来越多人报 来到第二站就开到两组 也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5月份的鸡车黄会 就将会是没有这个 键标赛的 但是这里呢 阿D的头发发地的 似乎开始打灯了 始终刚才说过 女仔的体能真的差一点点 这边有个车摆环 那个出环位很危险 眼望远一点 不怕有事发生 阿D在这里 嘩 头飞飞的 似乎 14圈的比赛 对阿D来说 似乎在他体能需求上 亦都相当高 在这里相当累的 见到他每一只弯 头发得相当厉害 已经没有了 颈铃在这里 麦克风 已经慢慢慢慢追上来 已经将阿D放入射程范围 去到距离 只不过是0.5秒左右 阿D看看能否捱到回来 一路挨一路挨一路挨着 进来直路 仍然是顶着 那我们摄影师 哎呀 镜头摆下了一点 好了 看回了 见到麦克风 一路一路想追上来 阿D的头已经向前后左右 不断发了 头不属于自己了 已经 手又按一按头 再摸一摸 后面麦克风 哎呀死了 真是杀到来 麦克风 已经追上来 麦克风 踢把铁踢把追着阿D 去到比赛最后一圈的时候 前面有几部慢车 你看阿D的头发到 头的手又要扶一扶 头又扶着唐太 真的没空了 好 这个出弹的时候 阿D一路咬着 哎呀 麦克风 在这里 刚好被慢车阻挡了 阻挡之下 帮了阿D 其实阿D 趁麦克风 被慢车阻挡了 在这里 开了大概0.5秒 似乎阿D 哇 你看 头发得很厉害 真是左手 不断扶着头 单手扶回来 真是没力了 麦克风在这里 越战越勇 逗到家瑜 最后一场 看看有没有机会 在内部插到阿D 阿D 死顶着死顶着 头一路发紧 死顶着 一路进来 这路还有0.2顶着 行不行 哎呀 真是赢了 恭喜 看到财仔 在旁边 很高兴 在赛道甸那里 亦都 恭贺阿D 哇 紧紧赢到麦克风 麦克风 真是 今场 真是可以说是 代表作 尾车一路追上来 十四圈 追下追下 追到上来 威胁了头车阿D 阿D 都凭着他的经验 虽然体能真的不够了 都死顶着头车回来了 亦都是 阿D 这位车手 斗了这么久 100cc 第一场的头车 在这里 恭喜阿D 报上这个电脑的成绩 鸡甲A组的决赛 第一名 Hitomi 阿D 第二名 麦克风 第三名 是 Ledquad Ledquad 都是第一次得奖的 第四 Dicky 教车师傅 第五是 Donlo 女子车手 第十是 陈振威 第十一是 阿泰 第十二是 謙旺 第十三是 陈俊文 今天 鸡甲A组的 鸡车王杯决赛 暂时看到这里 我们转头看其他 鸡甲B组 以及最重要的 鸡超比赛 我们转头见 拜拜